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可以浮起来吗 姜母鸭长的翅膀依旧成了弱汤鸡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艘海绵宝宝巧妙运用小零件增加福利 就算连上宝特亭 海绵宝宝还是搁浅 其余船只沉得沉 烂得烂 船员们纷纷落水 纸船比赛还一度成了游泳比赛 看来想要撑得久 滑得远 真的是不容易 我本身就是学一些理工科的东西 大概上都知道它其实可以撑一阵子的 那只要我们做对的保护跟处理的话 其实它是可以浮在水面上的 滑指船比赛创造了纸箱的新妙用 下次家里如果有废弃的纸箱 不妨考虑废物利用 自己动手玩创意 台东的立即恶地 也就是我们常称的粤世界 是充满教育意义的地质景观区 不少研究人员会特别前往去做研究 不过在地的立即国小却因为学生人数减少 面临病校的命运 地方人士是希望可以保留立即国小 这个天然的地质教室 位于板块交接带的台东立即恶地 具有世界级的地质意义 有很多国内外学者专家来自研究 也完成了许多博士论文 但是位于本地的小学 却面临了财币校的危机 就是说我们的地景资源很漂亮 也出了很多博士 但是博士没有一个是我们立即村的 是因为他们都在研究我们的立即二地 寻博士论文 所以他们才是博士 立即学校最近小朋友越来越少 那县政府那边想要把我们立即村下来做一个 裁定的一个作业 那我们是希望说 我们这个学校 我们这个器官 非常的特殊 不是其他的地方 所以我们来做比较的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小朋友 我们的学校不要被采并 假如被采并的话 那我们这边的小朋友 将会失掉说 在我们在地的一些文化 地址 尽管产业的一个 一个学习的机会 我们今天来上地址研习班 学到很多知识 希望大家来立即玩哦 这里的社区居民及学生 也希望明年九月有机会 到日本参加 国际亚太地址公园会议 不仅能观摩学习国际经验 也能让立即地址公园 站上国际义堂